嗯,大家好 这里是吐蕃鼠 呃,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可能就是2022年11月14号 呃,我录这个节目呢,主要是因为在群里 有朋友向我提出 希望我介绍一下火箭燃料的情况 那,好,我就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 这个火箭燃料的问题 呃,目前呢,世界上的运塞火箭燃料 主要包括两种 就是固体燃料和液体燃料 当然也有固体燃料和液体燃料混合的 这种混合型火箭 混合型火箭中最典型的呢 就是美国的航天飞机 还有就是马上就要首飞的 准备执行登月任务的SLS了 以航天飞机为例吧 我们叫航天飞机 实际上呢,是指那个 整个那个组合体上看起来像飞机式的那个部分 那个东西呢,准确的说实际上是一个可以多次往返的轨道器 加火箭主发动机 再加滋控发动机的一个组合体 需要注意的呢 是航天飞机上本身没有安装航空发动机 因此实际上在 航天飞机发射飞行过程中呢 它实际上是以一种类似于火箭的这种状态去飞行的 而不是像我们常说的飞机那样的姿态飞行 而航天飞机返航回地面的时候它的飞行实际上是一种滑翔飞行 也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 就是莱特兄弟发发明的飞机时候的那个飞机的定义 所以我一般愿意把它叫成航天滑翔机 或者呢,以台湾方面的称呼叫太空穿梭机 我觉得台湾方面这个称呼太空穿梭机实际上更符合英文那个space shuttle的这个称呼 然后这一块就是指它的轨道器这一部分 然后说完了轨道器呢 再说呢,在这个你在发射架上可以看到它这个轨道器的这个后方或者叫下方呢 有一个巨大的箱形物 这个箱形物实际上是一个外燃料储箱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外燃料储箱里面并没有没有发动机 它实际上它的它只是一个大罐子用来注存的是液体燃料 然后在发射的时候的外燃料储箱通过这个燃油燃料供给系统 把燃料供给到位于轨道器下方的航天飞机 也就是你看到飞机的那一部分 航天飞机下方的这个主发动机 在主发动机这块点火 然后外燃料储箱两侧两个柱状 带肩顶的这个这个呢 实际上是它的固体火箭助推器 所以呢 我为什么说航天飞机呢 是一个固液混合的这么一个动力形式 实际上呃就是因为这个造成的 同理SL也是 SLSL也是 所以呢实际上呢 这就是呃 航天界的混合动力 看来实际上要比这个汽车界的这个混合动力要早多了 嗯 就化车远了 这个就是说到这么一个混合动力的事 然后咱们再说回来有关火箭的燃料的问题 那固体燃料 顾名思义 所谓固体燃料呢 就是以固体燃料为动力的来源的这种运载火箭 这个有点像是什么呢 就像咱们 放的那个钻天猴 它实际上都是一些固体燃料 然后这里面会含有大量的金属成分 它的一般来讲呢 呃 具有这个助存期长 然后维护简便 对发射环境要求比较低的优点 同时呢也有一些缺点 这些缺点主要包括呢燃烧速度 燃烧的速度难以调节 然后不能实现精确的控制 然后还有受你生产条件和工艺条件的限制 难以大型化 所以呢 你的火箭做不大 而且你不能够做精确的控制 你基本上一点火 那它就整个要柱就要烧完 所以呢 更多实际上是出现在武器上比较多 还有一些小型运载火箭 而世界现在世界上的这些小型的这个商业运载火箭 固体的商业运载火箭 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特定的这个服务对象的 一般呢实际上是用于应急 或者说是突然的那个卫星补网 这类的应急发射这类的 然后对于这种大量的 然后长时间的大量的这种的话 那个小型的这种固体运载火箭是没有任何商业上的优势的 所以它只能针对一些特定的用户来试它的市场 这就是固体燃料这一遍 那现在就来说一下重头系的这个液体燃料 目前投入使用的这些运载火箭 大部分都是液体燃料的 然后呢实际上所有的液体燃料 说到这液体燃料呢就是 应该是实际上是包括了氧化剂和还原剂两种 像咱们一般家里的汽车说加油 加油就是还原剂 那我们汽车在工作的时候 它这个氧化剂从哪来呢 氧化剂就是空气里的氧气 就是用空气中的氧气作为氧化剂 然后这个油作为还原剂 这么来那火箭呢 因为它要飞到外太空 还有空气西部的地方 然后即便是在地面 它外周围的这些氧气也不足以支持 它的起飞的时候的那个推力所需要的 这个氧化剂的量 所以的话它都是自身携带氧化剂 所以就是说这就是氧化剂和还原剂 那包括根据这个氧化剂和还原剂还是要反应 根据这个反应实际上就是一种燃烧 这个燃烧的话点燃的方式不同 然后又可分为自然式的 还有是点燃式的 那么早期的运载火箭或者说导弹 比如德国的V2 那都是自然式的 自然式使用的就是紧急燃料 就是一个月子旁加一个水井的井 最典型的就是比方说还原剂采用天二甲井 英文名是UDMH 是一种很强的还原剂有毒致癌 然后但是它的优点是长门还原剂 然后可以长门注存 然后对应的氧化剂一般用四氧化二代 是一种强氧化剂 能够以各种各样的酒都会发生自然 然后在室温下呢 还会产生红色的二氧化氮的这个气体 这也就是 待会再说 然后那个像花二代也有毒 然后也是可以长门注存 那个主要的这个应用呢 实际上包括以我国为例吧 长征一号二号的运载火箭的各级 使用的好像都是这个 我记得使用的都是这种紧急燃料 那么它的一个塞花二代 当时的典型特点就是 你有的时候会看到那种 棕红色的气体从舰体旁边就冒出来 那就是典型的四氧化二代 那就是那个 就是紧急燃料的火箭 那这些火箭由于具有那个 常温注存 常温加注的这个特点 所以对发射场的这个要求比较低 在早期的那种 地对地导弹上面 应用也比较多 但是后来由于不环保 基本上都不再使用了 那我国现在也基本上慢慢的 你比如像被 常二 常三 基本上被 像常六 常七 常五 这类的火箭基本上都起带了 第二种呢就是点燃式 点燃式的话 同样咱们也是先说氧化剂 还原剂 再说还原剂 氧化剂呢 所有的这些运载火箭 现在一般氧化剂都采用液氧 就是液体氧气 还原剂的话就大概分 主要是主流的是三种 第一种是煤油 煤油的这个 液氧煤油的这个发动机呢 实际上应用最多的是苏联 俄罗斯这一系 包括联盟号 农员号 天顶号 应栽火箭 使用的都是液氧煤油发动机 那么SpaceX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 它就和俄罗斯这款有一些往来 也曾经考虑过买俄罗斯的这个火箭发动机 所以不管是猎鹰1还是猎鹰9 都使用的是液氧煤油发动机 第二种常用的还原剂呢 就是液氢 那氢氧混合烧出来就是水 所以的话是非常环保的一种原料 像美国的航天飞机 SLS 然后还有呢 像中国的那个长征5号 这类的长征7号 这类的呢 现在使用的都是液氢液氧发动机 然后它有一些环保的优点 第三块呢 就是甲烷 液态甲烷 因为液态甲烷相对价格便宜 然后目前来讲呢 国特别是国内 特别是国内 国内的很多民营的这个火箭 民营航天 就火箭公司吧 民营火箭公司吧 都在搞这个 液氧甲烷发动机 我自己觉得吧 在目前的商业航天中 没有实现化 没有实现产品化的现在 从总的上来看 液氧煤油 并不一定就比液氧甲烷 具备劣势 当然如果你要是说 前期有大量的投入 将整个液氧甲烷发动机 然后呢 炷箱燃料供给系统 这些的供应链 都能够给它升级到航天品质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果你能够前期投入足够 把这些东西都给它升级到航天的品质 那毫无疑问 液氧甲烷肯定比 那个液氧煤油要便宜 但是你前期要投入多少钱 才能够升级到目前的这么一个水平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下一点呢 就是说 所有这些点燃式燃料 因为都有液氧 所以它都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是需要低温 那因此呢 就是说 对火箭的这个炷箱 发动机燃料供给系统 特别是 发动机的这个供给系统 燃料供给系统的这个液氧波 都会有非常高的要求 另外呢 也会对发射的发射区的这个配置 你要有这个大型的这个液氧和液氢 或者是液氧甲烷的这个塑藏设备 而且这个设备和你发射点位的距离 包括你的这个怎么样保温 因为你距离太长了 它一直是一个长期的环境温度 这边是负100多度 那你运过去的时候 怎么样不让它气化 这些恐怕都是要 要造成你会增加你的这个成本的 好在呢 航天发射区的这些发射区的这个 发射点位附近的这个成本 基本上类似一个一次性投入 加一个维护 维护也需要成本 以现在马斯克这边的这个 SpaceX的这个运营商来看呢 还是可以把它的成本降到比较低的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刚才呢 我就介绍了基本上固体燃料 液体燃料 然后液体燃料里呢 又是分自然型的和点燃型的 然后点燃点燃式的又包括了液氧 包括了甲烷 包括了煤油 包括了液氢 这以上这基种 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搞大推力运载火箭 还是液氢液氧首选 当然你是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 如果以目前的这个技术水平来看 目前的包括全球的这个供应链和充熟度 这个综合考虑 可能最经济的方式应该是液氧没有 然后呢 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是液氧甲烷 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好了 这就是我对火箭燃料的一些梳理 因为我水平有限 实际上我不是这个专业 所以呢 谈的有些呢 不一定对 然后呢 挂一落万 希望大家多多拍砖 呃 就先到这里了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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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